华为现在比较艰困 因为它现在在设计两种升腾 它想要抗衡挥达加速器 可是美国就不准你荷兰 S-MOR卖极紫外光给华为 逼得华为现在只能够用 升紫外光也就是EUV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只能维持在7奈米 长江存储科技 他就说我们现在 集体在想出办法 2027年大概可以达到 27%的那个自制率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前一年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们中国的晶片 只停留在三代之前的7奈米 也就是说突破美国的禁令 所以我认为说 华为它不可能会 整整落后三个世代 而且可能明年就会看到它 路透社独家的报道 说尽管面临美国技术的封锁 但是中国科技巨头 华为计划在2025年的 第一个季度要量产自家的 AI晶片升腾910C 那这款晶片 你从图卡上看到 它被定位成 对标辉达的H100 那华为这款升腾910C 是由中国晶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 采用N加2制程制造的 这行人是说 由于缺乏先进的光科技设备 所以中芯国际的 N加2制程晶片的量品率 只有大概20%左右 远远低于商业化 所需要的70%标准 我们首先来看到 美国在 华为在美国压制之下 还是研发出 可以挑战这个 灰达H100的升腾910C晶片 但是明年初就要量产了 现在传出说 这个量率就只剩20% 介大使您来看 那这样量产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如果说是20%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生产 这个成本太高了 其实当时就是说 这个辉达的 所谓的中国的特供H100 它基本上 那个时候 它其实的效能是减低的 比它正常在其他市场 发行的这个AI晶片 效能减低 是符合美国商务部 给予它的规格 那可是当时中国很多的 主要买家 包括腾讯 还有这些小米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升腾的 这个H100 灰达H100 它的性价比 要跟中国 就是这个华为的 升腾910C 是不如华为的产品 那所以就变成 才华为这个910C 才会受到大家的 大家的青睐会去买 那现在突然说 它只有20%的良率来讲的话 那我想对于华为来讲的话 如果是20%的良率的话 那它这款的成本就太高了 成本就太高 它会不会继续生产 就是问题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华为当时去产这一块 AI的晶片这一块 我觉得它应该是 不会只有这样子 20%的良率 它就敢在市场上说 我可以跟你签约 我可以提供这个货 那你要知道 你签了约下去 你要供货 你到时候不能供货的话 你是有这个违约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 我就觉得就是说 是值得我们去 我觉得就常理上是不太通的 如果你没有到达一例两例 你不可能到商业市场上去说 你开始你就要做这 你就要提供这么多厂商 这么多款的 这么多的 这么多量的这个晶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可能是商场上 真的是尔虞我诈吧 各有各的这种 各有这种说法 那而且今天中国大陆 事实上在做AI晶片的 也不是只有华为 那所以呢 就变成这个AI晶片 就是说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市场的 现状的形容 或者说评估最精确的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回答的老板黄仁勋 因为他不断地提醒美国 还有全世界 中国大陆的AI晶片的能力 事实上让回答感觉到 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不是只有华为 还有其他的这个 他说曾经有50家在后面追 这他自己讲过 黄仁勋讲过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报道我们就 我是比较存疑 我认为就是说 华为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因为他最近的这个 Mate 70 Pro 它是9100的这个 麒麟晶片也出来了 那是达到4奈米的功能 那他也是要量产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传闻 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怀疑 我们就来看到 由于美国政府禁止爱斯摩尔 向中芯国际出售 极紫外光维影设备EUV 那华为还是只能采用 7奈米的架构 所以呢大家也认为说 华为呢最重要的晶片 可能只能用这个 日益老旧的技术 市场上就分析说 华府的制裁行动 导致华为的AI晶片技术 会落后挥达三代 那现阶段中芯国际的选项呢 陷于旧款的 深紫外光维影设备DUV 只能靠多重曝光 生产7奈米晶片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项数据说 中国半导体的自给率 从2014年当时14%左右 但是到了2023年 上升到了23% 更预计到了2027年 可以接近27% 所以外界也在看了 认为说这个中国的晶片发展 目前看起来是短空长多 那再加上美国的 极力打压之下 认为说反而是加速了 中国AI晶片的国产化 干哥你怎么看 它三代 你能够相信吗 各位观众 它说华为的那个AI晶片 落后了挥达三代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最近苹果 挥达跟台积电 要开始展开2奈米制程 对不对 那相较于华为 现在只有7奈米 足足落后了三代 那我想Mate 70的华为手机 Mate Pro 70 这个到底是 你说它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它只有20%的良率 我是不相信的 我绝对不相信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对 的确 华为现在比较艰困 它就说 因为它现在在设计 两种升腾 Ascens的系列处理器 那它想要抗衡挥达的加速器 可是很简单 美国就不准你荷兰S-MORE 你就不可以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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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纸外光 的设备 给 华为 那 B的华为 现在只能够用 深纸外光 也就是EUV 这样子 等于是说 它必须要 它也不是说 没有前进 而说 它就是 维持在原地 这样而已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华为的确是 遇到了很大的技术瓶颈 那只能维持在7奈米 所以到了2026左右 都可能还没有办法突破 可是呢 问题是北京最近开幕的 中国半导体博览会 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厂家 就是中国记忆体的这个巨头 叫长江存储科技 它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 一直在想办法 我们想办法 不是我自己在想办法 我是 召集跟我的同行 50家 中国企业一起来想办法 然后再跟国家 一起想办法 也就是说 不是我自己在单打独斗 一般而言 你现在在国际市场上 你已经有名望的企业的话 它常常必须要 自己突破 自己的技术瓶颈 跟制程 对不对 可是长江存储 科技 它就说 我们现在 集体在想出办法 我们2027年 大概可以达到 27%的那个自制率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希望 能够提前一年 我们能够越提前的话 那我们将来 在国际市场上 发言的权力就更大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们中国的晶片 只停留在三代之前的七奈迷 因为其实 他们已经在像 像什么 像谁呢 绝对猜不到 像南韩等等 一些周边的国家 也在寻求 各种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说 突破美国的禁令 所以我认为说 华为它不可能 就是说 会整整落后三个世代 而且可能明年 就会看到它更新的结果 会出来 好 虽然美国有这项禁令 但是半导体产业 大家到底是怎么因应的 我们来看到 日前在中国上海 所举行的这一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当时吸引了 大约400家的海内外企业 来参展 那其中包括 刚刚提到 荷兰的艾斯摩尔 美国的超围 高通等多家的 国际半导体企业 都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到 依法半导体 日前宣布 跟中国晶圆代工厂 华红半导体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强调在中国本地制造 对于竞争力 这个重要性 好 虽然现在 美国有这个禁令 但是国际间的 半导体大厂 面对美国这个禁令 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汤老师就您来看 是不是因为 中国大陆的这一块市场 大饼真的太大太香了 没错 这个侏罗纪公园 这个电影 里面讲一句话 非常有名的 就是说生命总会 找到出路的 虽然现在外界 尤其是美国 打压中国的 这个力道 非常的强劲 尤其不但打压中国 还打压跟中国 做生意的这些大厂 好了 那他们当然 也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可是呢 中方呢 大家都知道 人口多市场大 而且呢 科技又创新 尤其 供应链完整 再加上 政治稳定 还有基础建设 完整 再还有呢 一点 如果说跟印度来比的话 中国是无神教的 印度那个宗教的束缚 非常严重的 虽然印度现在 它人口可能超过中国 它是世界第一大的 那可是呢 它各方面 我们刚刚所讲的条件 完全都比中国呢 要落后好几个台阶 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 华为的出口禁令 已经五年了 但是实际效果呢 却很少被讨论到 而在每年都会拆解 100种电子产品的 日本半导体调查企业 叫做Tech Analy 这个社长呢 叫做清水扬志 最近他语出惊人的表示说呢 中国大陆晶片的实力 已经达到 只比台积电 落后三年的水准 清水扬志就端出了 两张半导体的电路图 展示给大家看 他说它是有评有据的 第一张就是呢 2024年4月上市的 华为Purora 70 Pro 这个智慧手机的 应用处理器 另外一张图呢 是2021年到2021年为止的 高性能智慧手机的 应用处理器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新的应用处理器 就是麒麟 9010 由华为旗下的 这个海思半导体设计 而是由中芯国际 来负责量产 但在2021年的 这个应用处理器 麒麟9000 这是由海思半导体 同样是海思来设计 但是是由台积电 来负责量产 那结论就是呢 这个清水扬志说 虽然在量率上 看得出来是 还存在着差距 但从出货的 半导体晶片的性能来看 中芯国际的实力 已经追赶到 比台积电 只落后三年 虽然说这个麒麟9010 是由7奈米制程做出 但是它可以发挥 像台积电用5奈米制程 所做出的麒麟9000 相同的性能 好 在量率上的问题 当然这个清水 杨志他说 还有待加强 但是怎么样来补足 这个量率差距的问题 要是如何来解决呢 倩倩您觉得 我觉得再补一下 它特别比的就是说 2021年是用5奈米 先进制程 可是这一次用的是7奈米 所以你看我们前段一直在说 你要在7奈米5奈米 这边去卡它呢 不一定可以卡得住 其他的设计可以越过 并且现在这个晶片 它写的是说 118.4平方毫米 所以它已经大量的 增加它的能力以外 我讲一下量率的意思 今天我是一个 专门去为人家代工的 我的量率很低的话 就没有人买 我就要赔钱 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量率非常重要 就是生死 可是今天在麒麟的 9010的地方 你看到它现在 大家在讨论 一开头我要买你 7万块的是谁 TikTok 百度 中国移动 是内部市场 这些公司 他们愿意出的价钱 可能不只是一个市场的价钱 我觉得他们可以把 研发的价钱也放在里面 这是第一点 所以对于 大陆的芯片制造商来讲 譬如说麒麟9010 它一开头的市场风险没有那么大 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内部客户 他们已经开始给你定义了 他要下什么单 买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的整个的设计 就可以跟着往上走 它就可以更深地去服务这些客户 而且那个费用 你刚刚讲说 已经把try and narrow的费用 大家会说这是非市场 可是我觉得 在美国以前报价 给别人卖很贵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叫做learning curve 就是我一开头 有很多的研发经费 我是把它放在里面的 台湾和其他的地方 买的晶片也好 我们买的药品也好 都是有研发经费的 理解 所以第一个是这样 所以它的良率对于 麒麟9010的商业成功与否 没有绝对的关系 那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麒麟9010不只是刚才讲的 那些数字很厉害 它整个是对标了H100 并且它甚至对标了H200 就是挥达的 当时大家记得 美国不让挥达 卖比较高阶的芯片给大陆 要降规 H100不准卖 要它们变成H20或者是B20 都是一个降级降规的产品 那当然你在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设计里面 你可以放多几个 可是9010已经是对标100 甚至有些地方 可能可以达到H200的类似的结果 我们只能说可能是因为H200的SPAC 跟9010的SPAC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至少它已经是对标9010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作为 无论是AI也好 未来的新的领先科技也好 现在所做的 不是在后面紧紧追赶的 现在已经是 以前孙中赛先生说的 要迎头赶上 它在很多地方 它就对标比较先进的 甚至对标它下一代的产品 那相对的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刚才讲的Intel 我觉得Intel的这一个 CEO当时是讲说 5 nodes in 4 years 就是4年内 我要出5个重要的产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 未来的是18A 18A从今年年底 2024年要量产 已经延到明年 所以说它最先进的 这个18A到目前为止 是有一点问题 因此在它股价大跌之后 它回来向市场解释说 我18A其实已经做得还不错 所以两边 现在比的就是硬实力 硬科技 没有什么去花拳锈腿的空间 就是你能够具体拿出来是多少 那如果别人卡的 那个芯片的部分 已经突破的话 那我觉得剩下就是比的 设计制造 那这也是原来像Intel跟ARM 他们能够独霸全世界的理由 因为全世界原来用的架构 是Intel的架构 是ACON Computer 最早的ARM的架构 那现在如果大家能够 越过你的架构的话 你原来从架构的 这个上层架构 一路到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组装的这个霸权 就会受到挑战 所以拉回到台湾的台积来讲的话 像您刚刚提到 我们就必须要赶快加强硬实力了 虽然说现在 如果是以这个日本的社长来讲的话 领先三年 可是其实也要 赶快地再加紧脚步 目前仍然领先的台积电 我们今天看到是 这个礼拜 日本雄本县的知识 穆春静 他到台湾来访问三天 行前他就透露说 访台期间会到台积电总部 他也再次表达 希望台积电在雄本 能够再盖第三场的意愿 结束访台行程当天 他再次强调 台湾除了制造方面很强以外 像研发教育 产观学的结合 都有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才造就了台湾成为 世界半导体制造领先者的地位 当然 在台湾因为要争取第三场 所以一定会 称赞一下台积电 但是我觉得想请教江老师的是说 我们从台积电自身的考量 必须还是要拉回到自身的角度 去思考一件事情 尤其在全球战略 这个布局上面来看的话 您怎么看 现在台积电在日本的布局 最近台湾非常非常的红 其实上个礼拜 不止雄本的知识来了 广岛的知识 大分的知识也来了 那我前几天也去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 去跟他们聊 他们说其实从这个月的月初 日本的金蚕省来了 北九州市的人也来了 那甚至前一阵子 石破帽在这边宣布参选 那石破帽也来了 其实下个礼拜 Semi-Con Taiwan 北海道的复制室也来了 那大家其实都很希望 台湾能够把一些半导体产业 带到日本去 那雄本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我也跟我日本的朋友聊到 说他们小时候读的教科书 就说因为雄本的水很好 所以雄本非常适合做半导体 那这是以前的思维 那我在想 其实因为当时 Sony跟台积电的关系 所以导致 今天台积电 他们叫JSM Jasmine 在雄本落户落脚 好那我们现在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Jasmine 她的客户主要还是在电装 还是在Toyota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28奈米的CMOS的成熟制程 那台湾的所谓的台湾的产业 有没有机会过去 我觉得问题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为了去做这个厂 把所有整个台湾的产能移到 包含周边的产业链 移到雄本去支援他们 但是现在不可能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不知道 老师你点到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除了台积电去日本以外 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因为这整个晶圆制造 它是要有供应链 所以去的难度 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主要的话台积电 以台湾来说的话 你如果第一个材料的话 台湾还是很多都是买日本的 那气体台湾还是买日本的 所以日本当地的供应链 是OK的 那再来整厂在造建厂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用日本的供应商 那加上日本的法规 比较困难一点点 包含说他们的建造 他们的店 还有他们的一些所谓的配管 他们都需要专业的证照 都必须得是要日本local的公司 那所以建厂的部分 目前还几乎都是给日本公司 那台湾有一些所谓的配管厂 有过去日本了 开始确实是有过去 那再来回到设备商 设备商的话 可能也是在台湾做好 然后再卖到日本的雄本厂这样子 那你要让整个设备厂的 在雄本落户 我觉得又回到刚刚那样子 其实量没有那么大 那落户过去成本考量之下 不见得会划算 那再加上因为台积电过去 那所以他们以前很快乐 那今年发觉说 那我水会不会有问题 那其实台积电它号称就是说 我一滴水在里面用了20次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经验来说 我觉得水不是什么问题 那再来是土地 那雄本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农业大县 那如果我台湾的厂在过去那边在设厂 那其实都是农业道路 它没有办法像竹客这样子 我曾经听一个笑话 是真实发生的 就是雄本都是 反正就是农业县嘛 他们都还蛮悠闲的慢慢开 在开田间道路 会自己开开开会翻到田下面去 那如果今天以台积电 临时需要找它的vendor 到厂内出现的话 那我又没有办法在台积电止境的时间出现 这也是个问号 所以在日本有可能面临到 就是在台湾相同的类似的问题 可能又不太一样 那毕竟那个算是还不是 就是完全就是以农业为导向的线 那再加上最近房价 从举阳厅 台积电在的地方叫举阳厅 前年是20万日币一平 现在已经涨到120万了 理解 所以讲到科技发展 我们刚刚提到了大陆的华为 现在找到了他们下一阶段的目标 最近也听到了华为的常务董事张平安 他就针对晶片技术发展 他指出说 大陆的晶片创新方向 必须依托在晶片能力的方向 不能够着眼于单点的晶片工艺上 而应该是在系统架构上发力 而发挥在这个频宽上的能力 用空间用频宽用能源 来换取在晶片上的缺陷 所以总老师您觉得 华为未来能够站稳在AI领域 这个关键性指标会是什么呢 首先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张平安他这个话主要就是 传达了就是现在对于这个所谓新的 这个AI的发展 到底是要走所谓的云端运算 还是边缘运算 那如果是云端运算 就变成是你的终端设备 要负担这个整个的 云端运算的话 就是你终端设备不用负担 这个运算的这些功能 那他就会避免过去华为 所碰到的这个温度过高 或者他运算上碰到的一些障碍 那当然也就不用去买 不用去制作这个高端的晶片 那如果你是边缘运算 就是你仍然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云端运算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有这个规模经济 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这种 终端设备可以接取到 你的这个运算的这个伺服器上 但是当然它也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比如像说国家安全的考虑 个人隐私的考虑这些 那整体来讲 我觉得如果要看说 华为的这个AI晶片 AI的这个发展到的这个成功的程度 你要用什么指标 我觉得最简单就看挥达 那个大陆买越多的挥达 就表示华为的发展 仍然大家认为还不确定 当然大陆买越少的挥达 那当然就表示说 华为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其实已经上来了 特别还有一个中间的指标 就是挥达的价格 因为这段时间挥达 因为华为的发展起来了 所以挥达也开始降价 所以整体来讲 挥达的供货量跟价格 这些都会是影响到 都会是可以去看到 华为AI发展的这个程度 您提到挥达 如果大陆方面 在晶片制造上面 都能够做到 不只是降规版 是将来的一般常规版的 这些晶片的话 那恐怕是挥达得担心 有一天会不会掉了 中国大陆的市场 华为最近在科技研发技术上面 又有新的突破 根据中国大陆的 证券时报最新报道说 华为的脑机界面系统 还有他们的晶片新专利曝光了 脑机界面呢 其实就是一种 能够直接在大脑和外部装置之间 建立起一个通讯的这种技术 让大脑的讯号呢 直接控制这些外部的设备 比如说用大脑就能够来控制 像电脑啦 抑制啦 或者是轮椅啊 这些设备器材 而不需要透过 比如说手啊 这种肌肉来活动 其实这对于这个见动患者 或者是一些瘫痪的 这些朋友来说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这个脑机界面技术呢 在医疗领域啊 也可以用在辅助 增强修复人体的感觉 以及运动功能 帮助瘫痪者啊 这个重新站立 对于这个帕金森症症 还有包括癫痫 阿兹海默症 忧郁症 这些脑部相关疾病 来进行治疗 未来呢 也可以应用在 人机互动当中 所以这个技术 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华为的科技啊 这次在这个脑机界面上面呢 做了一个突破 那现在看到 其实华为不只是在AI方面啊 现在连脑机界面的科技 难道也要追上美国吗 还有就是我想特别 请教委员是什么 你怎么看啊 因为我们讲说 它会应用在未来的 民生方面 可是有没有可能 进一步运用在军武方面 其实科技这种东西 是中性的啦 看你用在哪里啊 你雷射可以用在医学 可以用在这个民间企业 可是雷射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气组件上面 它就可以拿来当武器 来把这个无人机给打下来 所以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 非常中性的 所以但是 你像华为 基本上 你知道华为员工多少 将近21万人 华为是一个帝国 是个安排 这是一个帝国 所以它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资金它不缺 它有缺的 我想国家 大概很愿意帮它的忙 中国大陆 应该很愿意帮它的忙 所以它 因为它是 它跟政府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密切的 那然后它的这个人 是在全世界这样找人才 人才 所以有的是非常年轻 就被它网络 听说十几岁就被它网络都有 所以它的人才非常的多 而且它非常有计划去 发展一样东西 而且它只要走 它就走到很尖端 譬如说我们讲那个 那个什么5G啊这些 然后当年的手机 也是走得相当的 还有你讲所谓AI 所以中国大陆 我相信 他们是有相当程度的重点 支持华为 特别是华为 所以它让华为成为一个 中国大陆一个骄傲 而且是一个 必要说可以帮助政府 创造很大的疆域的 我所谓疆域是在科技 商业这个领域 可以拓展国力的 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不是重要 而是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你说它在 它就发展脑机的界面 我是一点都不惊讶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讲科技是中心的 但是这个脑机可能还救病人 救很多种 你刚才讲阿兹海木 哈廷森这种病人 但是你既然有这么强大 对大脑有这么大影响力 当然你在军事上 就会有很大的价值 对不对 就一定的 对不对 认知作战还是什么 它可能就发挥非常大的价值 所以 美国会非常重视华为 尤其它对这种高科技 什么脑机界面这种研究 它会非常重视 但是我觉得美国 有时候有点风声喝力 我觉得它现在有点草木皆兵 它认为台积电 甚至说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在调查台积电 我认为台积电是个非常规矩的一个公司 而且美国对台积电的监视 一定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对 所以如果说台积电有在安住中国大陆的话 我认为早就被美国逮到鞭子 所以我不认为了 台积电从张忠摩以下 都是非常谨慎的企业家 其实委员点到一个 刚刚讲说 华为之所以在技术上面 能够不断的去突破 这是跟人才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就美国的立场来说 就是一定深受威胁 感到威胁的话 就是用各种方法来想办法围堵封锁 当然在美国制裁下 我们看到华为仍然在科技的研发上面 还是不断的去想办法突破 可是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 当中共和党的议员叫做穆勒纳尔 还有一位民主党的成员 叫做克里希纳默蒂 他们就联名致函写信 给商务部长Raymondo 他们说怀疑有秘密网路 在持续提供晶片设备给华为 而被直接点名的 这次看到在名单当中的 就是有深圳市的彭新旭 还有申维旭这两家技术公司 另外包括青岛的斯恩科技 因为这些公司目前都还没有被列入 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名单当中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当然格外受到外界的关注 尤其产业也在看 那下一步会是如何 同一时间也传出说 美国商务部呢 就像刚才委员讲的 对台积电也在调查 要查什么呢 就是台积电有没有帮华为生产 人工智能的这个手机晶片 所以现在看到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 美国就是小院高墙的一个围堵政策 可是现在看到小院高墙的范围 是不断地扩大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这样就能够限制华为的技术突破吗 好 这个为什么会去查台积电 小院高墙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两个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这个简单来说 美国很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华为可以用各种各样 所谓中间的这个代理商也好 或者是中间人去购买 美国禁止他购买这些商品 这些技术也好 设备也好 当然台积电所碰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跟这个是有关的 因为它有 因为大陆有非常多的这种 所谓小的这种Design House 就是这个晶片设计公司 那他们像台积电下单的话 那基本上 你如果他没有揭露 或你从他所有的这个账面的这个交易记录来 你没有办法确认说 他是不是代表华为来这个下单 你这个其实是非常难查 因为尤其很多公司 像这个这一次列的这些 深圳的这几家公司 有的就是很新才成立的 2020年以后才成立的 他的公司的记录 你不容易去找得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台积电本来就跟华为 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2020年之前 那个时候华为占台积电 华为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占台积电营收14% 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讲的话 那当然台积电会跟他有很密切的往来 那到了2021年 就是2021年之后 因为美国的制裁关系 所以台积电就停止了 跟华为的供货关系 所以他在大陆的这个营收 就一下掉了6% 但整体来讲 他还是在大陆有场 那因此美国当然会怀疑 第三个 因为台积电在今年的这个5月底的时候 才得到了美国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 叫做金认证终端用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台积电已经是确认 可以长期接受 从美国来的这些晶片制造设备 因为原来台积电所得到的豁免 是一年一发的 那可是在去年的时候 海力士啊 三星就得到了这个永久豁免 这个永久豁免叫做 就是VEU 刚才讲的金认证终端用户 所以台积电既然得到了这个东西 就表示说 它在大陆的南京厂 可以持续地从美国进口 这个制造设备 那当然美国就会 各方面都会去盯住它了 因为包括 其实这里头讲到一个秘密 这个晶片网络 事实上美国有另外一个 秘密晶片网络 是帮美国的国防部啊 军工制造这个晶片的 那里头就有英特尔 那当然他们参与 一方面参与美国的这些 晶片这个制造的计划 二方面他们也盯住了 他们的竞争者 是不是跟中国大陆 有一些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想也不排除是 有这个台积电的竞争者 去举报了这个台积电的情况 多老师您觉得 未来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这个刚刚您也提到了 有时候就是化整为零 真的防不胜防 那有没有可能 未来在法律层面 加强执法 而且我有听到一些 就是有些小的公司 最后因为可能不小心 处罚了 然后呢就被处罚 不管是罚款 甚至呢因为处罚 然后罚罚罚 罚到破产为止 其实最早台湾厂商 碰到的是专利权的问题 就类似这种情况 那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 加强执法 一定会的 而且美国对于出口管制 一向是查得非常严 美国在台湾的这个机构 他对这个是非常严格在执行的 所以不只是法律的民文规定 而且是他的执行的严密程度 有时候会非常的惊人 接下来就要请教石原老师 因为我们讲到说法律 那当然日本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就为了保护晶片科技 在今年五月已经通过了 这个重要经济安保情报保护 及活用法 这个法案 那明定说什么呢 像是半导体的先进技术供应链 这些相关情报 未来将会被指定为 是重要经济安保情报 这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外露 这些经过指定的情报呢 有效期间是长达五年 这个有效期间期满以后 还有可能会继续延长 总共的话 它有效期可以延长到三十年 这么久 那如果得到可以经手 这些情报的资格 相关人士或是公司 可是你泄露相关的情报的话 可以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是处五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所以我想问石原老师 第一个 用这样的一个指定的方式 重要经济安保情报的方式 那无非也是希望不要让技术外流 但是效果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法案是 这个上次石波 一起竞争的高市 它是经济安保大臣的时候 既定的法律了 那今年五月份通过嘛 不过去我看法律是 一年内正式要实行 现在是准备了阶段 其实这个法案是 其实蛮快的成立的 既定的 就是说当然这个议题是 应该是很多比较意识形态左派的 或者是律师啊 重视人权的人来说 比较涉及到一些因私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就很多反对了 不过是 其实这个部分是 很多日本企业界 因为G7里面 只有日本没有相关的法案 所以是很多日本企业是 跟其他的外国的常商合作的时候 你们没有这个法案 怎么重要的技术 跟你们分享呢 所以是企业方面是 极大要这个法案 我的理解 所以是这个东西通过了 不过是 我们以后再怎么样的执行 应该 以前日本有保护 这个精密的保密法 这个东西是 大部分人对是公务员的 不过这次是 因为涉及到这个 比较精密的一些 这个科技的这种东西 民间的比较多了 所以是怎么样的弱势是 日本方面 企业是很紧张的 应该一年内 一年内可能要 应该明年五六月要执行嘛 明年五六月 对对 所以是应该要 之前要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准备 应该都要调整的过程 但是产业界比较好奇 或是甚至想要政府 就是能够回答他们的是说 未来认定的那个标准 对这个至于标准系 所以是 至于反对人是 最担心是这个地方 标准是在哪边的 所以应该我们的 抗疫目前的法案是有的 不过是 这个是实际上的 使用的程度 当然应该他们都 按照美国的 其他国家的例子来是判断的 不过这个要 法案跟习近的 执行的部分是要 应该需要模糊的时间 对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嘛 所以就是 未来这个认定的标准 是宽松或者是严格 恐怕现在也要考验 就是目前在执政的 这个日本当局 华为的升腾910B处理器 竟然是使用 我们台积电的 7奈米制成晶片 引发了市场的震撼 因为这无疑是踩了 美国禁令的红线 难道说台积电跟华为 私下暗通款取吗 其实不然 那真相是台积电的一个客户 疑似把受出口管制的产品 私下出货给华为 那事发之后 台积电内部是定调这个事件 是高度警告事件 那说实在了 中国大陆在先进制程 持续受到美国 欧洲这边卡脖子呢 除了自主研发这条路 他们也透过一些小聪明 这个绕道来获取高端晶片 强如台积电严谨的内扣 也无法完全避免 这样的状况出现吗 刘老师 台积电其实在得到了 就是Tech Insight 它去把华为要求 中芯国际制造的 AI伺服器晶片 应该就是深腾910B 那拆解之后发现到 这里面 这个晶片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 台积电TSMC的标签的 这个晶片 那因此呢 就告知了台积电 也告知了美国商务部 那台积电立即的反映 给美国商务部 说在2020年9月之后 它就没有再出货 给就是华为 因为2019年开始 美国对华为采取了制裁 那其实后来 陆陆续续像是 灰达像是高通 甚至Intel Intel甚至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在所有的这个晶片 都被美国商务部禁止 出售给华为 那会不会是第三方 现在确认 可能是第三方 另外一个客户 买了之后呢 可能在市场上抛售 被就是华为 或中心国际取得 那因此我觉得 这个可能第一个问题 美国商务部 可能在问华为 问台积电是 你的滴滴 你的禁止 做这个问责 就是说调查 有没有做好 You have to know your customer 你知道吗 那结果台积电 当然会说 我跟我买晶片 这么多 我又不是设计晶片 人家设计晶片 我来做 而且事实上 有一半以上 还是一种成熟的制程 所以我觉得 这个方面 当然台积电 自己会加强 它对于客户的了解 以及就是说 晶片的出货 可是在华为这边呢 我倒觉得说 你把它解读为 是不是这一块 它这一部分做不出来 因为它可能真的在产能上 跟什么呢 量率上 中庆国际在这些 就是说需求的量上不够 以及需求的量上 它的量率上没有达到 所以它需要 还是需要外界 这个像是台积电 或者是其他的晶片 那当然就用各种方法 我想 这个你拿来讲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中庆国际 能够做到这个层面 可是呢 基本上就显现出 美国的这个管控 并不是滴水 不漏 那这个就是一个 这次问题的 呈现出来的现状 是 好 我们也观察到 台积电相关的话题 还有AI领头羊 回答 传说他们旗下 最先进的 Blackwell晶片 有设计瑕疵 执行长黄仁勋 都亲自出来 辟谣扛责任了 说Blackwell有瑕疵 百分之一百 是回答的锅 反而是多亏了 台积电这边的协助 才获得了解决 把面子做给台积电 那自行认错 也有个台阶下 算是圆满解决了 闹翻的负面消息 而且从回答的财报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今年7月的 单季营收里面 新加坡的占比 竟然来到了18.7% 仅次于美国跟台湾 成为了回答的 第三大市场 其实我蛮好奇的 新加坡这个小国家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高阶晶片的需求量 背后的原因 专老师有哪些了解 说新加坡的小国家 也算对了 因为它人口只有600万 大概台湾四分之一 这个又多一些 那它的地理区位 只有这个744平方公里 在台北市两倍半大而已 所以2004年那时候 李仁辉总统时期 有个外交部长叫陈唐山 结果批评新加坡 是个彼此大的国家 竟然敢在联合国 耀武扬威批评台湾 而且批评新加坡 去捧中国派马屁 就是他用的比较粗别的原则 就是捧他的生殖器官 当时引起渲染大波 认为新加坡是小国 只对了一半 它是小而强的国家 这边有两个数据 第一个 跨国企业的亚洲总部 有4200多家 设置在新加坡 第二名的香港 才1336家 更不要说 排列之后的上海 北京的 那更不要说我们台北的 那这些知名跨国企业 包含Microsoft的微软 UPS Google 还有GM 还有美强生等等 都把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 另外一方面呢 就半导体产业来讲 它的从业人员超过2万 这边是扣除低届 那个打扫阿桑或警卫 工程师以上的中高阶就2万人 而且它的半导体产值 超过这个新加坡出口的五分之一 那要知道20年前 曹新城就在 连电就在新加坡设厂 去年世界先进 也在新加坡设了七奈米尔厂 所以新加坡是个小而强的国家 那为什么他们特别适合半导体呢 首先他们地缘政治很漂亮 它位居东南半导跟南梁主岛中间 第二个呢 人民素质很高 事业官好 外语能力加 第三个呢 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对手 不管是跟阿拉伯世界 或是跟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 还有这个以色列 跟中国都交好 不像我们台湾还要面对 他左右逢源的感觉 那我们台湾至少还有 中国大陆政权的压力 所以他左右逢源 几乎没有敌人 最后一点就是 对于高端人才的大量开放 我弟弟是半导体产业干部 到新加坡外派到财厂 不到半年就拿到永久居留权了 所以他们对于高端人力 是求财若渴 也就是说因为如此 他才有这个足够的底气 来经营这个半导体产业 当然有点值得一提 因为他跟中国关系太良好了 导致于呢 这个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 有时候是透过新加坡来展开的 那特别是呢 这个过往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制裁 这个新加坡有时候会扮演一个舒缓的角色 比如说一些高阶晶片 由新加坡这边流入中国 当然这一点 在晶片战争这本书 Chip Wall 这个台湾斯大学的 米勒教授写的 他说为什么晶片会从新加坡流向中国 第一个晶片太小 不好管制 第二个呢 不像坦克或飞弹一样 第二个呢 有利可图 因为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生意没人做嘛 第三点就是说 不违反新加坡法律嘛 所以美国尽管严加控管 但是相信中国 仍然从新加坡获得不少这方面的 晶片设备 是 好 说到这个中国的话题 我们再来看到 苹果的执行长 Tim Cook 再次访中国大陆了 还在微博发文说 很高兴 再次回到北京 他也现身 王福景的苹果旗舰电脑 跟果粉的亲切的互动 那近年呢 中国市场吹起了 这个一波爱国货的风潮 无论是华为啦 小米啦 Vivo啦 等品牌的手机 都有市占率的提升 那这自然就排挤到了 苹果的份额嘛 不过最新的机构 研究报告显示呢 这一次的iPhone16系列 在中国市场热卖哦 而且销量比去年的15代 高出了20% 亮眼的成绩 肯定是让我们库克执行长 笑开怀哦 所以中国型呢 笑容都挂满满 立将军怎么观察 现在苹果阵营 在一票崛起了中国手机当中啊 他所面临的挑战 其实这次iPhone16 它能够又卖出 比去年还好的 最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它降价了 对比较便宜 那当然人家愿意买 尤其有一些果粉 它降了多少钱呢 其实它有各种 这个高阶跟低阶的啦 平均大概降价是1600块人民币 这个额度其实是蛮大的 那你知道 事实上我们不否认 其实大陆还有很多的果粉在 那如果说是当年 他本来就像是全红彩嘛 他也是买一个iPhone手机 送给他妈妈嘛 其实这个我想说 全红彩可能当代理 代言人来讲的话 对库克对吧 还蛮好用的 库克应该去好好感谢一下 全红彩 第一个我认为是降价了 第二个 为什么库克选在这个时间 到大陆去跟果粉见面打招呼 展现出亲民的态度 那上次去是今年的三月份 这时候去有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快要到了 11月11号是购物节 在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购物节 那选在这个时间 大卖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这个在利用11月11号 购物节的时候能够推销一款 可是这个苹果手机是不是 我认为货币只是一个高峰期 很快就下来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大的 因为我按照郭明琦 他的推测来讲的话 他会砍单一千万支 今年第四季 跟明年2025年的话 会砍单一千万支 主要是低阶的手机 iPhone 16 还有iPhone 16 Plus 会被砍接 砍单差不多一千万支 砍单到这么多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推出的AI效果来讲的话 并不如预期的使用这么好 尤其是那库克这次来的话 到中国去 他也推销他的AI的这种设计 新款的iPhone 16上面的AI的功能 但是他要到10月28号 才开始推出来 他推出来iOS18的这个作业系统 那希望有AI系统 可是目前来讲的话 按照各界的推测 虽然说还没有正式推出 尤其是中文版 还没有正式推出 没错 中文版还要久一点 可是问题是说推出以后 其实各界他们的预期 可能不会比想象中好很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 这次虽然说苹果手机 由于一股降价风潮 一下降了那么多钱 当然会引起一些果粉来讲的话 愿意利用这时间去抢便宜 购买一批买完之后 问题是说我们要看的是 明年它可不可以持续 有这种高潮的销售量 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 iPhone手机它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的 说高阶的 我们都知道华为 这个前阵子出来的Meta 这个三折机来讲的话 我们叫皱褶机 那主于高阶版的 一财将近 和台币要十万块钱 那有钱人我就去买那种 炫耀是我们身家 那如果说低阶版的 它也有很多的小米或Vero 那种机款来讲的话 适合一般广泛的普罗大众来使用 所以苹果这个价位很尴尬 它不高不低 你说它高阶款 它又不会强过华为 低阶款它又没有比 这些低阶的手机来的便宜 所以我觉得苹果来讲的话 虽然说今年来讲 它有很 这个时候 在这一季来讲的话 有到销售量有比去年 多了20% 可是问题是说 明年可不可以还是 还是可以保持这个销售量 我个人来讲 是抱着比较大的这种 怀疑的态度 尤其是你要知道 它虽然说卖得很好 可是它毛利率没有提高 因为它降价下来以后 它毛利率就不高了 所以顾客来讲 这时候来希望 它能够维持住 平坡手机在中国的一个 热量以及它的口碑声量 能够继续保持 维持